他怎么能那么说呢 他也瞧不起人了 我饶不了他 你可不能说出去啊 你要说出去了 得罪人的可是我 你可不能出卖我呀 林同志 这是周大夫让我交给你的信 你跟我来 说吧 今天我不在的时候 都有些什么情况 首长今天出门的时候跟我说 你瘦了 我说没有 他说你得多吃点 我说谢谢首长 就这些 还有今天老罗说 家里的经费不够花 要冯秘书打一个电话 到省委做个报告 说能不能多补点 冯秘书说这事不好办 首长知道了一定会吃批评的 还有呢 没有了 都是些沉织木烂骨子 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是说 让我听到什么 都向您汇报吗 对 你这样做很对 以后就这样 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都给我记下来 好 你去吧 回来的真早 明辉回来了吗 回来了 在屋里呢 好 忙着呢 赶紧洗洗吃饭吧 好 明辉 明辉 你这是干嘛呢 这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话呢 专家组等着要些材料 我得赶出来 我要搬出去住几天 什么 我这么说 你是不是轻松一点 我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早晨咱们不是说好了 好好聊聊吗 这又怎么了 你听着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想跟你聊什么 你给我记住 你说什么 明辉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 你不用总对我这个样子 你这是怎么了 你至于吗 为了一个石百合 你三番五次 五次三番地对我这样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石百合 你错了 我是为了你 为了我 我怎么了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了 我不在乎石百合 他爱谁跟我没关系 我没那么小心眼 我在乎的是你 我们俩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今天早上 你说了一些 我们从小跟父亲在一起的事情 我真的感动了 我差点就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 可是你还在欺骗我 还是把我当傻子 你 你要干什么呀 你还有完没完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喊完了吗 请你记住 这是最后一次 有事啊 明慧哥怎么了 他单位有事 急着走了 你撒谎 是你把明慧哥给气走了 没有啊 你别瞎猜了 没有啊 你们两个吵架了 小年 这事情 你不要管 我不要管 就因为我是个宫秦源吗 你别瞎猎了 没有 你们两个吵架了 让你别管你就别管 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我就是因为 要好好地做完自己的工作 我才要说你 你的工作不是照顾好手掌吗 没错 照顾好手掌是我的工作 但手掌不开心 我不说 那就是我的失职 我告诉你 要是这件事情 你们让手掌伤心了 我就跟你们没完 我 我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大了 你别认为一个宫秦源 就不能管你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手掌这么大的年纪 为了工作没日没夜的 他身上又有伤 天衣 他的腿就疼得厉害 手掌怕你们为他着急 就从来忍着不吭声 我只能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这些你们都知道吗 组织上派我来 是照顾好手掌 可是我没有做到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 小念 你不要碰我 我告诉你 你不要跟我说了 我什么都不想听 手掌为了你们 操了一辈子的心 处处想着你们 现在你们终于有出息了 却不让手掌省心 手掌要知道你们 你们为了这件事情吵架 他会该多伤心 多痛苦啊 你 你们为了这个革命 半辈子的老人想过吗 你们还是他的儿子 我看你们一点都不想 你们实在是太自私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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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父 他会有生死 他会有生死 没有 他跑哪儿去了 他说 他这几天要赶专家组的材料忙 要搬出去一段时间 外边是哪儿 他没说 海东啊 别再跟我绕圈子了 来 进来吧 坐这儿说 坐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跟明辉之间的关系有些不大对劲 他对我有意见 是不是因为百合 我问 您知道 哎呀 要说我们闹革命的那个时候啊 连性命都保不住 哪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 姑娘一个个都是漂漂亮亮 小伙子们一个个都是层层融融 花儿千万朵 风儿展翅飞 所以我说呀 你们可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 你看我 现在都是半大老头子了 结果呢弄成了个孤家寡人 到时候想找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 海东啊 海东啊 你喜欢谁 我还没有想过这事呢 真没想过 海东啊 跟老爸说说 你喜欢谁 你喜欢谁 我还没有想过这事呢 老爸也可以帮你想想主意 跟我说说 是不是喜欢小想啊 不 我喜欢小年 爸 我 这我可没有想到 这我可没有想到 我自己也没想到 怎么会是他呢 爸 您是说我不该喜欢他 啊 海东啊 我不是说工人的孩子不能喜欢 爸爸没有这个等级观念 我就是 对小赵这个孩子拿不准 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爸 你先别讲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其实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错 小赵这孩子有骨子朴实劲 干活 又能干又实在 尤其是体贴起人类那骨子 知冷知热的劲 哎呀他真是戳人的心窝子 说据老实话 有的时候 我甚至比喜欢你们还要喜欢他 可有些时候呢 我又觉得他哪儿 不对劲 您是说苹果和钢笔的事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我总认为 小年他不会那么干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心里很乱 或许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事 现在想想 怎么办事 大事 怎么快说 你这ετε个叫小赵枸子 要什么 你这有什么地方 你怎么还想着想着 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 你为什么要待在家里 让他一个人住出去 他根本就不给我机会 甚至不愿意跟我说话 不罪 是你不愿意那么做 你特意把他撵走的 你要独自占有父亲的爱 李翔 爸 您太不公平了 您根本就不喜欢明慧哥 他在这个家里 就好像是一个摆设 没有人关心他爱他 他在干些什么 他心里想些什么 全都与你们无关 早知道这样 你为什么要认他做儿子 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家里来 为什么 小妹 雅雅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海东哥优秀 因为明慧哥软弱 就因为这个 你们就看不起他 可你们就没有想一想吗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优秀 都能让你们鼓掌 可他们也需要关心 需要爱 小妹 小妹 开开开门呢 叶叶 来 来 来 Gaia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小年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不 我不能说 什么也别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明辉了 我想亲口告诉你 不 我不想知道 小年 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都得说 小年 我喜欢你 您错了 我不会喜欢上任何人 你骗不了爸爸 爸爸看得出来 你是喜欢上明辉了 我已经说过 我不会喜欢上任何人 永远不会 为什么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不会喜欢他 我不会让你喜欢他 瑶瑶 为什么要这样呢 喜欢明辉 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没有谁说 明辉就没有别人优秀 爸爸心里也为你高兴 你干吗要否认这份感情呢 我不能够告诉你 你就不要再问 不 想念你一定得告诉我 我不会告诉你的 好 你要不告诉我原因 我不会离开 你想知道吗 那我就告诉你 我不会喜欢上任何人 我没有权利喜欢任何人 云同志 就算我求你了 我真的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 我现在累了 要睡了 我求求你了 你走吧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都躲着我 我就那么让你们讨厌 好 你要是还不走 我就叫人了 好 你要是一定想让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雅雅 你刚才的话 真是让我吃了一惊 但是我应该告诉你 我是爱明辉的 我爱他就像爱你一样 就像爱海东一样 你们都是我唯一千长挂肚的孩子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康成才 将来成为祖国和民族的栋梁之才 而且我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 没有任何的烦恼 没有任何的忧愁 能够大声地说话 开怀地大笑 可我们都不是您的孩子呀 我是说海东哥和明辉哥 他们并不是您的孩子 是啊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的孩子 但是 他们是跟着我长大的 当然 小明辉 我连他的母亲都没有见过 可是 雅雅你知道吗 在没有你的那些日子里 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呢 那是一九四五年 那一年 我才十二岁 那一年 我被日本公子专门 他们对我进行了非人的证明 那些撒尽天亮的强盗 那些撒尽天亮的强盗 慈禹氏 快 时间也不早了 明天还都得上班 早点睡吧 爸 爸 今天晚上 您就别再过来了 别再替我盖被子了 您也早点睡吧 好 爸爸听你的 好了 你已经想听的都听到了 可以走了 你已经想听的都听到了 你已经想听的都听到了 可以走了 小年 在我离开之前 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 不可以 不可以 爸爸 爸爸 但我还不可以 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那个预报有雨 出门别忘了带伞 咱们走吧 小年总之 最近你那个字练了吗 练了 最近海东工作忙 你就不要再找他了 自练好了以后 照林响替你辅导 哦 小年总之 老林 你看啊 小年呢 是你的勤务员 他是一个工人家庭出生的穷孩子 没有什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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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算不上激烈 他配不上海东 对吗 鸭鸭呢 是你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来的 看得比什么都重 他又是个个性要强的孩子 明慧性子那么弱 根本不是挑大梁的样子 他们不是一路人 你喜欢我 有你的道理 他们的这种喜欢 你不能接受 对吧 其实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他们不般配 跟你说老实话 我甚至并不觉得 海东就一定比小年优秀到哪儿去 而且明慧性格软弱 这也是他的缺点 我是觉得这些事怎么 连着这么来了 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 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海东 代主席 我得到消息 局里对咱们发动工人集资稿维修的是有意见 局里说了 咱们不顾工人的生活犯了错误 你听谁说的 我早上去局里领资料 吴主席悄悄告诉我的 郭局长已经知道这个事了 正在发脾气 嫌我没有向他请示 但是吴主席让我们赶紧把事情处理好 我知道了 乖 没关系 没关系啊 新云那边有消息没有 本来已经死心了 我跟他一说呀 他呀又动心了 是吗 那你再劝劝他 叫他别犯卷 早点嫁过去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跟他说了 他老是犹豫 妈妈抱 妈妈抱啊 来 来 拿着 乖宝贝 你再劝劝他 女人嘛 早晚都得嫁人 你看 趁着郭局长现在有权也有势 还能过去享两年轻浮呢 跟爸爸说再见 亲一个 真乖 好 再见 早点回来 高主人 海东 快请坐 海东啊 问题想得怎么样了 我没什么看法 你这不想不行啊 郭局长一提之事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觉得工人的积极性应该支持 这没什么错 我们郭局长对你是很器重的 逢人就夸你 说你看人家海东工作勤奋思想进步 敢说敢干是搞建设的料 郭局长的关心我知道 不是我说你 你干工作光努力不行 你还得讲政治讲原则 你看看如果你到时候犯了错误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别人说什么我不管 只要是对国家 对工作有利 我就干 你是干部是领导 群众的意见要尊重 但是你不能无原则地采纳 工人他考虑的是局部 你考虑的应该是整个工厂的大局啊 上面如果追究责任 我会全部承担 高主任今天就是为这事来的吧 不不不 这个集资的事咱就不说了 那您今天来 老师 你还是个鸡脾气啊 海东 对阴下县有什么想法 阴下县 我们正在争取订单呢 争取到这份订单不容易啊 有很多厂子在竞争 是啊 我是正在为这事着急呢 如果这份订单给你们 你们能保证做好吗 如果给我们 我们当然能了 而且我们全厂上上下下 归尽尽所能 做出点成绩来给大家看 好 我就代表组织 把这个重要的任务 交给你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立刻组织力量 马上投入生产 一定保值保量完成任务 海东 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可是在郭局长的指示下 跑了几十趟才得到的订单 你看我这光顾着高兴了 我还没感谢您呢 高主任 我代表全厂工人 我感谢您呢 不要谢我了 海东啊 集资的事 你再好好想想 百青 海东 好消息啊 婴下县需要的铁轨那批订单 上面已经替咱们跑下来了 咱们可以大干一场了 这是好事啊 可是这两天厂里正在维修 咱们的订单能完成得了吗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 咱们抓紧时间维修 如果时间紧的话呢 厂里不还存着一批钢钉的吗 另外精炼厂的平炉 可以赶出一批来 总之呢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咱们都要保证完成任务 不能在苏联专家面前 丢咱们重新厂的脸呢 好 那咱们得加把劲啊 好 半一盒的照片 为什么还没有送来 他说张继这几天盯得紧 他行动不方便 他已经拿到了进场的商方保健 有什么不变的 他说重新厂正在搞维修 厂里很乱 他怕情报不准确 你让他快点 总部已经在催我们了 再不下手 我们会错过最好的时机 八银河那里也有可能暴露 八银河喜欢上了施明慧 八银河 阻止他这么做 是 多久 我会给你 马尾 贼 没问题 你 你想要 我 好 好 你 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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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 我想跟您谈点事 我正在跟冯秘书谈事情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 不 我现在就要谈 好吧 冯秘书 那你先出去一下 一会儿我打电话叫你 好 来 我们坐下谈 我的父亲是谁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的 请你告诉我 我的父亲究竟是谁 你是不是听到些什么了 他是国民党 第三十八集团军 七十八师中将师长 石德铸 对吗 谁告诉你的 你又不着管是谁告诉我的 我只想知道 他是不是我的生生父亲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没有必要隐瞒你 石子 你的父亲 他是国民党三十八集团军的中将师长 叫石德铸 他是被你杀死在中原战场的 对吗 当时 我的部队在突围 而你的父亲奉命尽性拦截 我的部队突出了重围 冲进了你父亲的指挥所 你的父亲不愿意投降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为什么瞒着我 为什么让我生活在一场欺骗当中呢 当时我的战士把你抱回来的时候 你才只有两岁 很小很小什么都不懂 我没办法告诉你 你是谁 我是谁 我和你的父亲和你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 也许你的母亲现在还活着 也许在台湾或者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她 就这样 我把你收养了 你成为了我的义子 这就够了 这是真的吗 你只是想收养我做你的义子吗 你只是想收养我做你的义子吗 这一切都还不够 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你有愧于他 因为他跟你一样 是一个勇敢忠于职守的军人 而你觉得对不起他 所以才收养了我对吗 你错了 我和你的父亲是敌人 我们的主意不同 信仰不同 在战场的厮杀 我不会同情他 他也不会同情我 我们彼此对于对手 谁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好 那我就快点说法 你们是敌人 你们在战场上刀兵相剑 他输给了你 只有这你觉得还不够 你要证明你的力量 证明你的主意是正确的 比他更强大 明慧 我明白了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明慧 你疯了 你这样对爸爸说话不公平 你闭嘴 我是在说我父亲的事 跟你没关系 是爸爸收养了我们 他把我们当亲儿子一样 我们应该为 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不对 他是你的父亲不是我的 你们才一块欺骗我 把我当傻子 有混账 还动 是否应不可 还要擅长 你放心 你也用不开 真相 才能够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这里边 究竟都意味了什么 你是为了保护我 多么好的理由 但是你并没有发现 我不可能永远是个两岁的孩子 在以后 你有二十二年的时间 可以说出这一切 但是你没有 是的 后来的确有过一次机会 那就是 我送海东和你去苏联留学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 我真想告诉你 而且我的话已经到嘴边了 可是后来一想 你那么小 就要置身 到遥远的异国他乡 而且那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国 你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住 那么沉重的政治包袱 随道嘴的话 会有咽回去了 那以后 直到这次 你和海东会到我的身边 没有经常的地方 还是会有关出来 一个武力的那样 一个使用 一些好体的行为 要胜利的那些 一个性货也认 Youtuber 就是 明辉 那些需要 是谁告诉你的 嗯